一堆男女遛狗突然聽到救護車出勤聲音 腳步立刻加快 幾乎用快走的速度才能通過馬路 另一邊一名阿嬤同樣氣喘吁吁 救護車行進路口阿嬤還在行船線上 這時又遇上轉彎貨車 行人穿越馬路的長度 最多要連續跨越十一個車道 以及兩座小型原道 踏上宛如馬拉松等級的斑馬線 必須時刻注意配速 記者時機到現場觀察 台中南區台中路與行大路口 橫向55公尺斑馬線 僅有39秒能通過 縱向長度左半邊66公尺 右邊64公尺 尖峰上下班時段 早上七點至九點 下午四點至晚上八點為84秒 其餘離峰時間縮減到只有59秒 路口設計太長 描述有點短 以為他救護車來的話 為了要讓他就可能就卡在中間 我覺得紅綠燈的話 就設置可以再更明確一點 過這個時間的話 描述太短 縱向車過來 蠻常在這邊造成意外 你將在觀察 該路口車流與人流通行狀況 檢討描述設定 類似路段也出現在台中西屯 環中路與福克路 長約六十公尺斑馬線 原先小綠人僅有短短的二十四秒 現在已增加為七十秒 另外在基隆海洋廣場旁 也有一條七十公尺長的斑馬線 民眾一次顧不了 只能兩段時過馬路 行船線描述設定 除了計算行人步行時間 也必須考量行車等待時間 取得一個平衡點 張熊綜合報導 - 張熊綜合報導 到